这也成了全场的焦点 蔡英文自己也说 尝试这个超炫的舞台背板 非常的不错 幕后谁帮忙的呢 就是苏贞昌的三女儿 苏巧纯 现在人在德国参加展览 却还跨海协助小鹰设计多媒体 就连老爸苏贞昌看了 都很满意 有字卡 有图片 还有绿油油的田中央 走的是色彩鲜明 清新风格 十年正刚发表会 蔡英文讲到哪 舞台背板就跟到哪 全场眼睛一亮 连小鹰都按赞 突然被问到竞选团队的全新尝试 蔡英文忍不住回头再看一眼 但主帅或许不晓得 幕后操刀的就是他 人在德国参加多媒体展览 孙昌的三女儿苏巧纯 跨海跨刀跨很大 最擅长影像设计的她 利用在饭店休息时间 用笔记型电脑赶工 帮小鹰制作了专属的动态LED电子背板 接下任务太临时 连老爸都不知道 要帮蔡英文主席的这个竞选的这些工作 其实她也都比我内行 她知道怎么样做比我好 用不着跟我讨论 女儿的拿手菜当爸的最了解 去年台北市场选战 不管是城市音乐会或大型超越晚会 舞台多媒体设计 苏巧纯展露头角 这回民进党拼2012苏家女儿再出手 祝小鹰一臂之力 三连新闻白帅黄志杰 台北采访华导 一起可以 好 今天这个